葡萄牙已有76000名工人申请保薪 4月份国家最少也要付补贴3000多万欧 葡萄牙商会投诉大多公司申请保薪被拒 社保对公司关闭或暂停的条件令人费解 普社民党主席李奥称银行不可发国难财 银行从中余力将是一种耻辱和忘恩负义 普国支持4亿欧疫情影响专项信贷额度 已经批复近800多笔信贷额度即将用完 普国会批准紧急状态延期总统今晚讲话 新增解雇性质保障老人住房教育支持等 葡萄牙个税申报首日就有57万人递交 去年有583万人递交 政府称退税会迟 上个月滞留在里斯本的邮轮已潜上完毕 船上1300多名乘客返回各自的国家 4月2日卫生部公告累计确诊9034人 新增783人 死亡累计209人 治愈68人